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参加线下活动,被粉丝当众喊老婆,杨子抗议,我还没结婚。 11月12日,刚过完29岁的生日的杨子现身深圳参加活动, 杨子提前一天抵达目的地,这是杨子迈入29岁的首个线下活动, 虽然快到儿立之年,杨子的状态还是如18岁少女般水灵, 私服超可爱,杨子飞往深圳时,戴着黑色鱼肤帽, 穿了件印有米奇图案的毛衣,这衣服把少女心展示得淋漓尽致。 不过出席活动的杨子,一改私服的可爱风格, 走起成熟知性风路线,只见杨子穿了一件没有任何修饰的白衬衫, 干净利落,衬衫袖口设计比较特别,很显气场, 搭配黑色高腰西裤,加上裤腿较长,快拖地的样子, 视觉上腿长两米技饰感,腰带是点睛之笔, 让身材比例更显协调,脚上的尖头皮鞋, 穿出霸道女总裁技饰感。 杨子盘起长发,戴着黑色耳环, 化了较明艳的妆,笑起来温婉动人, 有白领女强人的味道了, 可见杨子在造型上可塑性很高傲,可言可甜。 再看看现场生图,杨子的状态跟精修图没差别, 五官精致,脸颊也满满胶原蛋白, 厚住各个角度,29岁的杨子还是元气少女。 杨子除了衬衫西裤的成熟白领风穿搭, 还有一套参加晚宴的造型, 头戴贝雷帽,身穿黑丝绒收腰礼服, 妥妥的富家小姐感觉, 有点复古,也有点贵气,好看极了。 杨子这次参加活动, 有不少粉丝前去捧场, 话说很羡慕这些能到现场的子米呢。 见到偶像,粉丝难免会激动, 在杨子接受采访期间, 有粉丝大声喊话,叫杨子老婆, 杨子表示抗议,说, 不要叫我老婆,我不是老婆, 我没有结婚。 哈哈,听到杨子的抗议, 粉丝改口喊老公, 杨子笑了笑, 无法反驳粉丝宠溺称呼的样子, 话说粉丝对偶像的这些称呼, 都是因为喜爱, 只要在偶像接受范围内, 偶像大多会欣然接受, 这也是彼此间双向的互动。 话说杨子29岁了, 有没有考虑下人生大事呢?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明星, 粉丝都很看得开, 会希望自家偶像可以秘得良人, 有幸福的感情生活, 不过看杨子的状态, 还是打算再拼一拼事业呢? 这两年并没有感情新动向, 不管现阶段如何选择, 都祝开心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